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登1.4个百分点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首次和特朗普 一起亮相竞选集会 不过分 results, not empty words and promises. 美国商务部29号发布的数据行动 显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已破记录 33.1%环比年化率反弹 特朗普在集会上就大赞美国最新经济数据 特朗普当天原本还计划在北卡费耶特维尔举办竞选集会 但由于天气原因,将集会延迟到下周一 30号特朗普将按计划在密歇根、威斯康星、 明尼苏达举办三场精神集会 凤红卫视王佑佑、白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2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已破记录的速度反弹 同天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首次申领事业救急的人数下降至7个月以来的最低 受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第二季度破记录萎缩 美国商务部29号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 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7.4% 按年化率计算环比增长33.1% 创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快增速 另外,美国第三季度实际消费者开支纪律出的录得40.7% 第三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出的录得1.4% 据彭博社报道,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第四季度GDP增速将减慢 环比增长年化率将在3.6%左右 至年底时,GDP规模仍低于去年年底 分析人士认为,在消费者支出稳健增长 强劲的住房需求以及企业补充库存的情况下 经济将继续增长 但新冠疫情以及缺乏进一步刺激措施 都将加剧经济增长放缓 美国劳工部当天公布 10月24日当周首次申请事业救济人数为75.1万 为3月14日当周以来新低 事业连续第六周低于100万 10月17日当周连续申请事业救济人数减少了70.9万 降至776万 为连续第五周下降 最新数据表明 劳动力市场仍在逐步改善的道路上 但分析人士指出 劳动力市场的复苏之路还很漫长 失业率仍是疫情前的两倍多 此外永久性失业和长期失业人数正在增加 凸显疫情驱动的衰退可能造成的疤痕效应 凤凰卫视王佑佑 白芳 华盛顿报道 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 本周继续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法院出庭 参与2018年12月在温哥华机场 拘捕孟晚舟行动的华裔警员 连续第三天接受控辩双方律师交叉盘问 另一位来自加拿大边境服务处的证人则表示 在得知孟晚舟面临引渡令时 曾在系统内查询 发现孟晚舟被列为加拿大国家安全警戒人物 早上9点半左右 孟晚舟在保安的陪同下 抵达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 她身穿披肩搭配裤装 中国驻温哥华副总领事王成军 孟晚舟丈夫刘晓宗 以及华为公司代表都到场旁听 由于人数较多 法庭也另外开放可以容纳24人的旁听事 参与2018年12月 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孟晚舟行动的 皇家骑警夜姓警员一连三天出庭作证 她表示 孟晚舟抵达机场后 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处人员扣留 当时证人通过单向窗口 观察孟晚舟回答边境服务处人员的询问 长达三个小时 期间没有律师陪同 但皇家骑警从法院获得的逮捕令中 显明应立即执行拘捕 辩方律师质疑 延迟拘捕 涉嫌侵犯孟晚舟的宪法权利 证人则回应 并不是故意造成拘捕行动延迟 而她对立即拘捕的理解 是在适当的时刻立即执行 证人又指出 皇家骑警没有要求边境服务处 获得孟晚舟电子设备的密码 下午 法庭传唤第二位证人 加拿大边境服务处人员 柯克伦 证人表示 基于两个理由需要拦查孟晚舟 说她在美国面临控罪 还包括她有可能是 间谍活动针对的目标 因此对加拿大来说 有国家安全考虑 证人曾在边境服务处的系统中 查询孟晚舟姓名 发现被列在国家安全警戒人物 11月底前 法庭将传唤10名 加拿大边境服务处 和皇家骑警人员出庭作证 富皇卫视 祖克勤武警温哥华报导 好 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后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国气象部门指预风 泽塔28号晚上由南部的路易三纳州 迅速向东北方移动 预计会掠过毗邻的密西西比州 并于29号吹洗阿拉巴马州 泽塔肆虐新阿尔良期间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泽塔为路易三纳州带来狂风暴雨 多栋房屋及建筑物受到严重破坏 广泛地区停电 泽塔之前在新阿尔良登陆 有电线杆塌下一名男子触电死亡 当地市长呼吁民众留在家中 让政府人员评估损失不要外出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持续增加 中西部的威斯康辛 怀俄明 南达克他等周份的病例曲线 持续攀升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 美国29号新增7万8千多人确诊 累计确诊超过885万例 死亡994人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2.7万人 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本周表示 新冠疫苗很可能在明年才能投入使用 虽然研发疫苗的公司在12月前能够提交实验数据 申请紧急应用许可 但当局可能最早在明年1月才能批准 他也承认美国疫情渐趋恶化 并预测在2021年底前或到2022年 美国才会稍微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 也就是餐馆电影院都能够照常营业的状况 美联航宣布将开始在特定的航线上 为乘客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服务 该公司希望此举不仅能增加跨大西洋航班的客流量 还能够激发国际合作来打破旅行限制 11月16号起航班号为UA14的航班将开始为继四周的试航 该航班每周三次从纽瓦克国际机场 飞往伦敦西斯罗机场 美联航称乘客需要至少提前三小时到达机场 接受强制性快速分子及时诊断检测 该检测将在20分钟内得出结果 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人将被允许登机 检测呈阳性的患者将被隔离 或者可申请退款或改签 美联航指出尽管此举并不意味着旅客抵达伦敦后 可以绕过英国政府强制隔离14天的政策 但希望该试点能够启发新的政策 以替代现有的强制隔离和旅行限制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航空业 加上旗下的737 MAX飞机已被停飞近一年零八个月 在叠加效应之下 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业绩连续四季录得亏损 公司更预告要裁减超过7000个职位 波音在第三季度亏损4.66亿美元 但营业收入仍然超过141亿美元 好过市场预期 管理层承认737 MAX令公司录得巨额损失 并因而要借贷应对危机 但重申有信心737 MAX年底前可获准付费 互存的超过200台737 MAX 预料可以在2022年完全清理 不过管理层同时警告 疫情令公司面临成立以来最艰难的时期 负债规模达到610亿美元 预料2022之前都不会有证现金流 风宏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新疆喀什地区疾控中心29号晚通报 当天对舒复县进行第二次全员免费核酸检测 截至当晚7点有14人呈阳姓 全部来自接受隔离医学观察人员 均与债敏乡三村工厂相关联 发布会上还指出 此次疫情主要集中在 以舒复县债敏乡为主的农村地区 防控指挥部将根据区域特点 全面摸底排查做好疫情监测管理工作 新加坡民航局29号宣布 从11月6号起将解除对来自中国大陆旅客的入境限制 两地间旅游将恢复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成阴性的旅客抵禁后无需隔离 中国大陆旅客自30号起可以开始申请航空通行证 以便在入境限制解除后顺利进入新加坡 旅客在启程前需至少连续14天在中国大陆停留 且只能搭乘直飞航班前往新加坡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休息过后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感谢回来 在财经方面 美国周四反弹收高 主要股指收复前一天暴跌的部分失地 科技股领涨 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数据超出市场预期 以及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在盘后公布数据 都有提振投资者入市的议员 我们来看星期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国在周四呈现了一个跌深反弹的格局 投资人开始关注经济层面和公司盈利消息的方面 尽管欧洲和美国的疫情还在不断的扩大当中 但是对市场在星期四的影响似乎是略微的比较幅度缩小 那么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第三季度的国内经济总值 增幅超过市场预期的32%为33.1% 所以这对投资人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跳升幅度的记录 有一定的心理提振 另外就是上周首次申领事业救济金的人数 也低于市场预期的77万8千人 有75万1千人这样的一个数据出台 所以对投资市场来说也有一定正面的心理提振的作用 而大型的科技股公司相继公布业绩 本周是标准普通五百指数成分股 公布业绩最繁忙的一周 那么昨天和前天都出现领跌的大型科技蓝筹股 在星期四就是带头上涨 苹果公司为道琼斯平均工业组当中 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股 亚马逊自马表脸书推特等等 都是分明在收盘之后公布业绩 市场对业绩比较满意 但是盘后亚马逊公司还是呈现一个 获利回对我抛压的形象 总来说现在总统大选的这个行情 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接下来投资关注的当然 有总统大选的预期 以及疫情目前控制情况 还有就是接下来不断映出的公司盈利消息 以上是新一四情况 丰厚一时旁者纽约报道 我们来关注有TD Ameritrade 德美利证券提供的全球财经指数 中文字幕致志愿者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召开网络研讨会 希望呼吁民众尽快在11月3日投票日之前投下反对票 根据活动发起人 前加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夏勒伯的夫人和美媒介绍 目前最新的民调显示反对方一直奋起直追 虽然目前仍然落后 但仍然有至少13%的中间游离选民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最后这几天是所有选举的关键期 他希望通过多次的网络研讨会 让选民认识到当15号提案通过之后 最终承担加税后果的是所有终端消费者的大众时 会积极出来投票反对15号公投案 基本上很多的税金对于真的很有钱的人或大的企业来讲 他们大概不会造成太多的不便 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人 这个压力是最大的 但是在这个15号提案这个税金的部分 如果是转嫁到譬如说是15的成本的话 那我想很多的人或是说其他增加的成本的话 很多人都会受到这些很大的伤害 但这里面伤害最大的是在对中小型企业的这个伤害 本次的研讨会还有请到了前加州第16选区众议员 作为嘉宾为民众讲解15号提案的细则 本次的研讨会是南加州反对15号提案组织 在投票日之前举行的系列研讨会之一 该系列研讨会的目的旨在让浦东民众认识到 15号提案的通过给商业地产所有者带来的额外税收 最终将会造成连锁反应 进而导致浦东消费者为上涨的税费买单 所以活动发起方呼吁还为投票的选民 应刚积极在11月3号前为15号提案投下反对票 凤凰卫视连汉琴洛杉矶报道 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KIA汽车美国公司已向麻省理工学院 捐赠了2020Neuro电动汽车 以提高大众对于新能源车的意识 并增加使用 Neuro EV将在麻省理工学院 用于校园相关的目的 并提供给员工和相关人员使用 同时Neuro EV也将被包含在MIT赞助的 与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计划有关的活动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您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劳力是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翡翠金城 纽约人寿 传家之宝 华明胜律师事务所 联合赞助播出